我们这个半水培种植的黄瓜 现在缓门已经结束了 新叶已经长出来了 有朋友说他自己做的这个半水培 这个新叶长出来以后 这个叶片发黄 生长点发黄 还可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 都是比较正常的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这个生长点发黄 肯定是缺少元素了 尤其是缺少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倒推一下 就是基本上判断 它就是缺速引起的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缺速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还是按照土壤栽培的 四位模式去做这种半水培 就是说在完米粥以后 大家都知道在完米粥以后 我们土壤栽培交定质水质清水 所以说感觉到米粥还没缓过来呢 所以说我浇清水 实际上这种是错误的 就是说这个水培也好 或者半水培也好 你只要是你浇灌 它这个水呢就不能是清水 主要是营养液的 就加了肥料的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用的肥料不对 这个我们平时用的这种水中肥呢 实际上是一种大量元素水中肥 就是含用氮链钾的 这个作物它不仅是需要氮链钾 还需要中量元素物量元素 所以说呢 你不用中量元素物量元素 它补充以后呢 它就变现出缺少这些元素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水培和半水培的时候 使用肥料一定是使用 无土栽培专用肥 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至于出现这种 顺量点发黄缺速的症状了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好吗 我真正想 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 我离子 在那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